再来就是所谓的第二类 前面的话是第一类 第一类其实从102到110 其实就是基本函数 基本函数和格式设定能力 所以基本上前面如果这些题目都没有问题的话 至少一些基本函数该怎么用 我想你应该至少会了吧 不会说函数该再怎么加进来也还不太熟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202 后面我们要讲的202题到210 这几题的话实际上就第二类 第二类里面主要就是资料的编锈 还有所谓的列印 列印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然你说做完一个资料之后 还要把它印出来 因为当然最后要给你的客户 给你的老板看的时候 至少要印个像样的样子出来 所以至少你要懂得怎么样再把 E-Sale四串表里面做一些列印前的准备 包含框线的设定 像之前我们有做过框线设定 那E-Sale里面预设是没有框线的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加上框线 那边修里面大概有哪一些 也许就是加上一些注解 签名栏 然后还有这除春格的什么插入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104好像有插入跟搬移 还有就是复制 那还有选择性贴上 因为贴上的话呢 里面还有所谓的选择性贴上 然后还有自动填满 自动填满实际上就是向下填满跟向右填满 那还有什么保护文件 什么保护 另外还有常用的函数 其实跟基本函数有点像 只是说呢 比基本函数还要再更进阶的 一些相关的函数 那表格啦 或者是储存格等等的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有关就是列印的相关设定 包含就是你列印之前 了不了解列印的方向 预设的话是纵向的 可是有的时候你的四串表蓝位比较多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横向 就是列印出来 那说放比例 如果一张放不下 有没有办法把它缩小 还有就是说纸张的大小 预设也许用A4啦 不过也许 有些地方用B4 或者是A3 那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更改 它的那个列印的大小 那另外还有居中 等等的 那还有所谓的跨页标题重物 我说什么叫跨页标题重物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列 但是标题一定会 预设是只有第一 第一页会有标题 那其他页怎么加标题 诸如此类的 还有什么页手页五的设定 制定分页线等等的 那这个是第二类我们会学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先来看一下202这一题 那里面的话 总共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会有第一题 到第六 总共六题 那也就是说呢 假如说有一个 这个学生的名册 你要把它印出来 那不过在印出来之前呢 你可能要先做一些事情 包含就是说 在那个H 这个H栏 标准体重 OK 那也就是有点像是 先找学生来量体重 那量完之后 跟他的身高 做一个比较之后呢 看一下 这个学生他的体重 假如说这个蔡蓉好了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体重是45公斤 那实际上他的标准体重应该是58 所以理论上他怎么样 他需要再增胖 增胖13公斤 否则过瘦嘛 那当然还有比较过胖的例子 比如说他这个人 他的体重是80公斤 可是实际上呢 他应该是70公斤算标准 所以必须要什么 减6公斤 那这些H栏跟I栏这里面 本来是没有的 你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所以第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好 把它稍微再放大一下 第一题 依据性别 在H7到H61 计算标准体重 那标准体重的公式 这边有提供给各位 就是第一个 身高减掉那个 所谓的标准体重指标 OK 所以就会有个标准指标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然后必须什么 乘上0.7 然后呢 结果必须呢 无条件进位 无条件进位 就是说如果小数点 如果上0.1 还是要进一位 0.9也是要进一位 反正无条件进位 不是四舍五路 那无条件进位 可以用哪一个函数呢 其实这边有提到一个函数 叫run up 那怎么判断男女 因为性别 这边有一幅 所以第一个 他要我们使用这两个函数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增减体重就是 等于是在哀兰的地方 他就是把标准体重 减掉他的体重 当然有可能有正有负 标准体重减掉他现有的体重 然后呢 再来就是其他的部分的话 要制定格式 那格式如果是 假如说是负数的话 那用红色的减几公斤 如果是0的话 显示蓝色完美身材 所以第一到三的话 做出来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类似长这样子 那公式 这边要下一个公式 然后这边要做出类似这样的效果 那首先 那我们做第一题好了 标准体重 那所谓的标准体重 刚刚题目有提到 就是他的身高 减掉标准体重的指标 可是你会发现 标准体重指标 有分成男生 跟女生 OK 就不一样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他女生的话 那你就是用这个 G4 如果是男生 那就用G3 所以假设 你第一个来看 如果你 不知道怎么判断 那也许你先下一个公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的身高 减掉 因为他是女生 那你就减掉他 先减 先加减后成竹的话 你必须把他先刮糊起来 如果你不加刮糊 他就会 这个产生错误了 会变成先 先乘再减 所以瓜糊一定要加 再乘上多少 0.7 OK 好 你把他打勾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他这边57 那同样 那如果都女生的话 没问题 可是如果是男生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上下这个填满 那就不对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他的指标应该是抓这一个 那可是问题 你不可能说 每一次都重新再抓 所以这边会需要做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 他题目里面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第二个是 无条件禁位 那无条件怎么禁位 你可以先做完之后 把它剪下来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公式剪下 再插入一个函数 里面无条件禁位 那这个函数的话 基本上是放在数学与三角这里 那你可以往下找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 所以我找到RunUp 按个确定 那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个贴上之后 它就帮我过滤 57.4 那如果说要无条件禁位 到整数的话 记得 如果你输入0的话 它会帮你把它取到整数 但如果你输入1的话 就是第一位 2的话就第二位 然后因此类推移 那我们这边题目要 我们是取到整数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原来是57.0 它会帮我变成58 如果你是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Run的 Run的没有Up 它这个假如没有的话 它就变成57 因为四捨五入嘛 OK 好 按确定之后 这个部分就做完了 就是能够做到无条件禁位 取到整数位 OK 那再来就是还要用1幅 那1幅里面会牵涉到男女部分 所以我的习惯上 先做这个剪下来 贴上去 再做一次 把这个再剪下来 为什么要剪下来呢 因为我要做逻辑判断 那什么样逻辑判断 就是插入一个1幅 这个1幅就逻辑 所以刚刚是数学三角 1幅在逻辑里面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 如果这个里面的 有没有性别 判断性别 如果它的性别等于什么 等于男生或女生 假设我今天用 以男生来当成我判断的依据 OK 那我就直接输入一个男 特别注意 那男的前后一定要加双影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OK 那假如说 它这个条件为真的话 表示说它是男生 那我们就用什么 用把刚刚的公式贴上来 那不过这个公式贴上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个地方必须修改 哪里呢 指标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因为刚刚我们是用女生的 当成指标 女生是这一个 居士 有没有 所以如果它是男生 那应该怎么样 居士啊 把它改成G3 有没有 这个位置 把它改一下 所以这边 你贴上第一个男生的话 需要改 但是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女生的话 有没有 就不用改 OK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男生 它标准体重应该是51 女生是58 女生是58 呃 不不不 乘以0.7 指标 标准 反而比较少 标准体重 让的 减掉 这个 这个 好像有点怪怪怪的 如果是男生执行这个 不管了 反正在公司 按确定好了 OK 那一样会做逻辑判 这个地方再把它往下填满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我们再等一下再看一下 是不是 做出这样的 先把那个公司先做出来 然后再把它无条件禁位 那无条件禁位会区分 就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居士 有没有 如果是女生是居士 如果是男生是居三 那除了说 我可以把这个公司剪下来 再贴到那个if里面判断之外 刚刚是剪下 对不对 然后再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if的 一个逻辑函数 那判断什么 判断这个如果是男生的话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是女生 然后假设男女都可以 那假如我这边输入一个男 那就是把这边贴上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G3 记得这个先把它按F4 先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向下填满 这个位置不能变动 所以呢 一般是锁什么 只要锁列就好了 因为向下填满是列会增加 OK 那底下的话呢 才是女生 一样把它按F4两下 锁列就可以了 OK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 不过感觉是怪怪的 好像 为什么男生反而比较 比较瘦 那当然我刚刚看了 那个答案是对的 也是这样的结果 OK 好 那第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 这样的叙述方式 好像有点冗长 为什么 因为这Rung的 Rung Up 好像这有些地方 是重复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 比较更简单的方法 假设啦 你希望更简单一点 你可以把它 感受自己一下 其实另外一种做法是 我如果外面 不要包一幅 我可以把它包在哪里 包在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 将来当然你有可能是 男生是抓G3 女生是抓G4 所以这一个条件 如果是不确定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把衣服放在这里 但是衣服放在这里 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容易做错了 那怎么做 我教各位一个 第一个把它删掉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在 记得不是插入函数 因为这边本来就插入函数 你可以在这个前方 找到衣服 或者其他函数 它其实也会跳出来 你也可以找到衣服 那如果是前方 这个函数的话 它会插入到里面 那可是你第一次使用 是用这一个 那我们找到衣服 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放在这里了 那如果什么呢 性别等于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 那你用男生女生都可以了 比如说假设我换一个好了 换一个用女生来判断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它这个前面的性别是女生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储存格带回去 反之我就带这个 OK 然后呢 当然这边记得要把它锁起来 按两下F4 这边按两下F4 好 做完了 可以按确定 那确定你会发现 它其实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就会根据什么 性别自动判断说 是要带这个还是这个 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再把它点两下 结果也会是什么 一模一样 但是公式基本上会比较短 有没有 一个是把F包在外面 一个是把F包在这个的里面 OK 然后我们是这边 其他都没变动 本来这边应该是G4 可是我把它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F的逻辑 它就可以利用F来 根据你实际上指标的要求 会有个男生跟女生 的这个不同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是第一个 我们有两种做法 那这边当然如果说 你这个公式 今天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这个公式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它题目要我们做的是 第二题 计算增减体重 那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它说标准体重减掉体重 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 游标放在这边 等于先打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标准体重 减掉它现在的体重 两个相减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那你向下填满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体重 你还要再多吃胖一点 13 多吃13公斤 那你现在的体重呢 要多再多9公斤 但是这个的话 应该是要怎么样 它现在体重80 可是标准中74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要 这个应该是负的 负6才对 可是这个地方再麻烦 因为你前面是减减减 就会怎么样 看不出到底是正还是负 所以它题目里面 除了说要把这个 增尖体重做出来之外 还要再怎么样呢 做一些格式设定 所以第三题要做什么 储存格制定 要制定格式 那这个格式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说 要显示出来是几公斤 它的几公斤 现在目前是 这个单位是K区 所以要怎么样把那个单位 显示成几公斤 那这里当然前面 我们有做过格式设定 的相关练习 你Ctrl Shift向下 游标放在I7上面 然后呢 Ctrl Shift向下 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 如果你要制定格式的话 可以从储存格格式里面找到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预设它也是 已经是制定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格式 现在的格式 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要怎么样改成 我要的结果 当然它分成 我们可以分成 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怎么样把它改成 几公斤 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 它用0来代替什么 代替那个里面的数字 用后面有一个什么双引号 如果你要显示的是KG 那你就打上KG 如果你要输入 你要显示的是公斤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再输入公斤 各位没有发现 几公斤 这个表示原来的数字 后面如果再加一个 记得是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加双 几公斤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 至少比较清楚一点点 13公斤 本来是正负 看不出来 马上改了之后 就可以看出我们要的 所以按右键 储存格式里面 制定的地方 稍微改一下 但是改完之后 题目好像还不只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只是第三题里面的 第一个 就是显示几公斤 但是它后面还有讲到 就是说 如果是负的 那必须用红色 而且要显示什么 减几公斤 如果是什么呢 增弦体重为0的话 也表示说完全 标准体重 跟它现在体重完全match的话 那要显示什么 完美身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实际上也是在那个 我们这个格子里面 可以特别注意 这个格子后面呢 你加一个分号 这个分号呢 表示如果是负数的话 请你先打一个红色 红色前后请你用中刮糊 因为这是惯用的用法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我们打一个红色 告诉他说 帮我加个红色吧 那后面的话呢 就减几公斤 那减几公斤怎么叙述啊 这个地方一样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农长 所以你们未来可以参考这里 有没有 红色减几公斤的话 0还是原来是0 几公斤 那分号的话 就是完全相等的话 蓝色完美身材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照这个模式 先双引号减 这边把它减几公斤 所以打一个减几公斤 那这边是零 对不对 就打一个零 然后再来公斤 减几公斤 打错了 公斤 公斤 OK 然后再来就是 再一个分号 然后颜色是什么 蓝色 记得这个也不要乱空白了 就是要打正确 然后再双引号 打一个完美身材 OK 好 完美身材 好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字不要打错 红色一定是中瓜糊 减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是双引号 零不用 公斤 再一个分号 蓝色 完美身材 好 比对一下 如果没错的话 按个确定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效果马上做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不用写任何程式 它就可以帮我们 做出类似 撰写程式的 这样的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是 一般情况 就是要减 就是要增加的话 那就黑色字 如果要过胖 那就红色 完美身材 表示说 它完全不需要 增或减 OK 那这地方的话 最后做出来 就这样的结果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1到3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